陳時中或者黃珊珊前副市長在內 他們都不是現在的官員 就只是網紅到那裡照相打卡 補足警制的 警力的編制 提升配備 就如同剛剛惠仁兄所講 他真的忘了 這些的職權都是在中央 講這種空話只是被大家酸而已 第一個不用功 第二個說錯話 他的仇恨值高不是我們造成 不是我們批評 是你自己做來的 跟前台北因為好雨傳出災情的關係 陳時中是不惜違規 也要趕到現場去勘災 可是昨天台北爆發的這個治安事件 這回他知道他不應該衝現場了 可是他還是很快在臉書上面就發文了 他說要立刻加強遠景的巡邏 來補足警力的編制 提升裝配備 給民眾免於恐懼的這個權利 但網友就說了 這是在講什麼 你難道是在質疑 你們自己民進黨的內政部給台北的警察 員額不足嗎 而且也有人說應該要先把黨內的黑道 給清乾淨 再來說吧 郭姐不說 警力派捕本來是中央的職權 那蔡英文2019年的鐵肉警察殉職的時候 不是就曾經說過要提升遠景的裝備嗎 台南殺警案之後又再度重申啊 結果陳時中想要在這波來蹭熱度之前 怎麼不先去跟蔡總統講說 你說了兩次要提升配備在哪裡呢 而蔡政府上台是已經有六年了 陳時中還說要給民眾免於恐懼的權利耶 這到底是在騙白信還是在打臉政府 做了六年還做得不夠好呢 德魏委員 好 這邊我想我剛剛先回答輝文兄 剛剛所提到蔣萬安的一個問題 這點我跟大家特別報告 就是因為蔣萬安跑得太快了 所以常常漏掉了我們自己國民黨當區的議員 所以議員們非常的有意見 所以在這一次當然他就寄取教訓 就是他不能跑那麼快 所以當天晚上的確各個議員 現在選舉的活動非常的多 所以大家當然都希望跟蔣萬安一起去 所以我知道當天晚上聯絡了 大概是真正後來9點鐘可以趕到的人 是李艷秀 然後還有李明賢 然後吳士正 我都賣差好了 那這三位趕到了 跟大家報告 因為現在選舉的行程真的非常多 那這個母雞真的不好當 因為小雞非常的期待 但是我話要說回過頭來 其實某一種程度 包含陳時中或者黃山湘前副市長在內 他們都不是現在的官員 他們不是台北市的市長 更不是民意代表 所以說真的搶在豪宇之間 然後到現場來勘災 他既沒有實權能夠指揮現場 也沒有辦法事後來如何要求或建議相關機關怎麼樣來處理 充其量講實話 就只是網紅到那裡照相打卡表達關心 所以他的用處基本上跟網紅類似 所以他其實說實話 意義有限 他跟實際有實權的台北市長或者是民意代表 其實意義是不相同的 所以我在這個部分 我還是要講 當然陳松那一次因為了坐車闖紅燈以及其他的違規 甚至於後來有講出來所謂的穿皮鞋去勘災 當然我認為這個對陳松而言是非常的糗 那還好這一次槍擊案他沒有跑到現場 否則就沒有最糗啊 只有更糗而已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我真的覺得 當然事後他在臉書上發了這篇文章 那當然也提到所謂的補足 警制的 警力的編制提升配備 就如同剛剛惠仁兄所講 他真的忘了 這些的職權都是在中央 那不諱言 這樣子被網友的打臉說他真的忘了精細是何系 我覺得是有道理的 所以當然在這個部分 我反而會建議 假如陳時中應該做的是什麼 他應該做的是他要代表台北市民去跟蔡英文 去跟蘇恩昌 去跟徐國勇嗆聲 要求讓台北的警力更加充足 要求相關的配備更好 才能夠吸引民眾來支持 否則現在講這種空話只是被大家酸而已 那我覺得對於提升他現在低迷的 這一個支持度是沒有什麼幫忙的 不過陳時中最近可能真的是 這個仇恨值有點高好像動輒得救 他去出席寵物同業工會的大會 結果有眾多寵物商的前面 他竟然高喊要用領養來代替購買 氣得工會的理事長立刻上台 直接對他嗆聲說 部長什麼場合說什麼話 你叫我們東正洋代替購買 你自己要很明顯 對不對 現在我們都口口吃飯了 口口吃飯了 你叫我們東正洋代替購買 好你看到這個現場工會的理事長直接嗆聲說 我們就是靠動物吃飯的 你叫我們認養代替購買 是要我們死給你看嗎 陳時中很尷尬 所以他當場其實就立刻上台說 沒有啦我的意思我從講一遍 我要講的是要用中養啊 不要棄養啊 然後呢還說如果我們要養寵物的話 要跟合法的廠商購買啊 這是當天陳時中講的 不過後來隔了一天 他又被問到這個問題 他又改回來了 他說沒有我的價值不會變 就是要用領養來代替購買 網友就說了奇怪了 這個怎麼變來變去呢 你的中心思想 你的價值到底是什麼呢 還有網友模仿他的口吻 就說哎呀我就不能夠說錯N句話嗎 這個是到清真寺去推廣豬肉的概念嗎 這也是網友說的 當然了現在民眾普遍開始建立 要用領養來代替購買的觀念 問題是如果說你要去拜票的話 是不是應該要有點同理心啊 所以這是不是就難怪說陳時中啊 這個當防疫指揮官的時候 會爆發所謂的疫苗之亂 快篩之亂還有火化之亂呢 施誠哥怎麼看 德偉我先回應一下德偉 德偉剛剛說所有的陳時中講的話 那個治安的東西都要中央來管對不對 記不記得有一次台中舉行 什麼治安大遊行裡面的成員 那時候他們的執政還包括內政部長蘇嘉全啊 他們遊行這樣自己在當中央當官 然後在遊行為了治安 講到陳時中啊 剛剛這個我們主持人講仇恨子 不是大家仇恨子啊 是你的表現 就不講不行啊 不講顯示我們不夠專業 最近舉三件事情 最近發生的不是很久遠很久遠的話 可能我們那個庶民大多家 延長為八個小時都講不完 第一件事情記不記得 偷窺 然後就說哎呀要怎麼看啊 要防止這個 然後就推廣所謂的免治馬桶 後來發現除了偷窺之外 免治馬桶 那個會傳染細菌 日本的醫學專家 今年才做了研究 你沒有用功 第二個記不記得 馬斯克 馬斯特 這個特斯拉的老闆說 這個台灣要列為這個特別行政區 陳時中也不知道這回事 人家一問說哎呀 他是個成功的商人 可是兩岸錯綜複雜 這個事情還在研究 引起大反彈之後 第二天馬上要改口 哎呀 抗議抗議再抗議 這是就另外一件第二件 第三件就這個 你去什麼地方演講 叫寵物工會 以領養 以領養代替購買 你到底有完沒完 所以前陣子人家列他說 對不起你的 你的這個團隊都是正二代 顯然不行 請問是你的團隊的問題 還是你的問題 請問一下 你在選台北市長而已 以後如果你真的當上台北市長 我送你三個字 你說你的價值觀不變 你的價值觀三個字 不用工 完全不用工 請問一下 這麼簡單的事情 你可以說 我們尊重生命 有的是 就是這個走私進口 千萬 這個東西我們不能買幹嘛的 影響生命 因為很多走私進口 都被這個安樂死 所以如果要買 就要買合法的 你不會講嗎 第二天 他問說台灣是個自由的地方 自由的國家 你要購買或是要領養都OK 看你有什麼需求 就這麼簡單 這麼簡單的事情 這麼簡單的話都不會講 你的價值不變 你的價值不變 就是第一個不用工 第二個說錯話 那他的仇恨值高 不是我們造成 不是我們批評 是你自己做來的 各位我最後要講 你的指揮官 這個揮文最有意見 是我們的台灣防疫做得很成功 今天又死掉92個人 請問一下這種防疫成功 你要嗎 全天候現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電解磁磷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而且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生成精呢 就是上我們的快點購 好